韋姐夫呢都还没有正式启动 但是有民众啊就擅闯管制区 今天凌晨呢有一名25岁的驾驶 他开车载着两名友人呢 前往这个林口知名的景点水牛坑 这个对面有个沙地 他们疑似呢是想要开车冲沙 没有想到这个车辆呢卡在了这个沙地里头 最后甚至起火燃烧 想请我们连线记者赵佩宇 热主播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大批消防人员对着前方这辆车洒水降温 因为车主凌晨擅长管制区 导致车辆卡在沙地里动弹不得 最后甚至冒烟起火燃烧 火势烧得猛烈 这辆车被烧到只剩骨架 板几全部生锈毁损面目全非 根据了解这辆休旅车起火地点 就位在林口区殖民景点水牛坑对面的沙地 韋姐夫还没正式启动 竟然就有民众闯越管制区 11号凌晨25岁学姓驾驶 开车载着两名友人 以私要进行开车冲刷活动 但从入口处进去没多远 车辆就卡在沙中 车上三人不断尝试要让车子脱困 没想到车辆就突然起火燃烧 吓得他们赶紧逃下车并打电话报警 现场火势猛烈 一旁的草丛也遭受波及 索性警销人员火爆到场后 很快就将火势扑灭 直播管制区域明明一围上封锁线 还是有民众要擅自闯入 因而发生意外 警方也呼吁民众不要再次违规 如果劝导不听者会依法开罚 有声最新主播 好大家知道这个有个YouTuber 叫做草爷吗 他之前跟这个有名的网红 也就是凤梨叔叔呢 在这个直播聊天 然后呢在过程当中 他们还讲说 我们没有群聚没有群聚 结果直播的最尾声呢 这镜头不小心就拍到 原来这个现场啊 根本就有二十多个草爷的朋友 在室内在喝酒聊天 结果呢就被抓包了 好现在呢同样的情形 是不是发生在高雄 有几个学生身上呢 有九名的学生约好到西子湾 要看夕阳 但是因为外面太热了 所以呢就先到朋友家来休息 他们的机车全部停在地下室 形同群聚 这下招来住户检局 不仅这个夕阳没有看成 九个人呢 每个人都必须吞下六万元的罚单 警察出人找上门 无内闹哄哄顿时一片安静 还有人口罩来不及戴上 六男三女 有大学生也有高中生 群聚被俩包还跟远景硬熬 放暑假十五万元的罚单 外面不行吗 我太太弱了 我太太弱了 放暑假十五万元了 周哥人捨遮西子湾看夕阳 外面太热了 先躲到朋友家乘凉 童童住户发现地下室 怎么多了那么多部自宅 立刻报警 我太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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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天气再热 也不该是群聚借口 小朋友发现事情大掉 才赶紧道歉 希望远景放他一马 但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来 马上赠件来 这下不仅信仰没能看成 还得各自吞下一人罚六万元 实在好后悔 还得伤透脑筋 一大笔罚款 怎么付得出来 有才能去马嘉瑜高雄报导 好 虽然现在是疫情期间 但是有人却发现 有一名少年在台北的街头摆摊 叫卖着基隆的天不辣 原来呢 这一名李小弟 他跟阿嬷相依为命 以前呢 是靠着阿嬷捡资源回收来养家 但是受到疫情冲击 没有办法工作了 那么这个李小弟呢 为了要赚学费 所以就跟着热心的李长 到市场批货叫卖 那么李长呢 是将他这个摆摊的影片来po网 引发了网友关注 回忆少年拉着推车 上头再买一大包甜不辣 旁边还有排骨酥 红烧肉 在市场旁不断叫卖 还没出社会 就独自出来摆摊 原来李小弟是单亲家庭 平时和阿嬷两人相依为命 阿嬷做支援回收 一手带大 但因为疫情严峻 这上受伤 没办法做回收 李小弟只好独自出来 赚学费 就算不是自己的李明 人出手相助 不仅将市场摊位免费出借 更在平时空闲之余 帮忙少年减回收 协助插点走偏的孩子 走回正路 因为疫情嘛 没有人敢减啊 就会帮他去减啊 在很久了啦 你如果要变派外面 我会变派 我就叫李小弟 把我帮他帮他 李长将李小弟摆摊影片po网 在网络上引起热烈回响 但为生意跟着大幅成长 全国疫情紧绷之余 也让大家看见台湾角落 依旧充满温暖 记者朱丁荣 彭新美基隆报道 立委昨天是联合呼吁政府 考量疫情动涨油电价 但是中油呢 有限于国际原油扬升 明天开始 仍然将照原定机制 联酒涨油价 汽油每公升要调升0.3元 主要油品955千的新价 占上了30元大关 时隔两年一个月 重回三字头 其他像是925千牌价 也挂29元 超级柴油25.6元 一个最新现场来看到呢 台中的太平区 有一处冷气维修工厂 凌晨起火燃烧 火势越烧越旺 向请连线记者赵佩宇 社主播各位观众 只见这处工厂 冒出熊熊火光 火势越烧越大 消防人员紧急将贴 这门日开步水线 涉水关注 台中太平区成功东路 一处冷气维修工厂 11号凌晨0点多惨遭注容 火势一路延烧六间铁皮工厂 甚至还波及一旁修车厂 造成两部车辆回损 由于厂内还存有 大量冷煤罐等易燃物 消防人员抢救时 还不停传出巨大爆炸声响 正面铁皮外观也耐不出高温 严重变形 令同围在工厂后方的资源回收厂 也惨遭波及 消防人员洒水关注 业者也同步用堆勾机 铲除回收物 这都走会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